施工架阻力前 施工架基础地面应整理使其平整且夯实紧密 并趁以适当材质之电材或铺设足够强度之混凝谱 施工架组配作业主管 在施工架组配时应于现场范例下列事项 一、实施检点、检查材料、工具、器具等 并派换其不良品 如施工架之材料由显著之损坏、变形或腐蚀应于淘汰 二、监督劳工个人防护具之使用 如安全帽及安全带等应正确使用 三、确认安全卫生设备及措施之有效状况 四、决定作业方法、指挥劳工作业 当施工架组配作业主管已实施检点 及确认劳工个人防护具已确实穿戴后 施工人员方可开始进行各项施工作业 以施工图说在施工架阻力的现场放样 完成后 设置可调形机脚坐板 再进行第一层及第二层施工架的阻力 因第一层及第二层施工架的高度尚未大于两公尺 法令未强制规定阻力时应设置护栏及取用安全带 现在施工人员将进行阻力第三层施工架 因第三层施工架的高度为3.4公尺 以超过法令规定的2公尺必须设置防坠设备 因第三层施工架的高度小于3.8公尺 安全母索支柱的间距应在两个工作台长度以内 以避免人员坠落时有触及地面之余 我们来看看示范 着背负式安全带及双挂钩安全挂绳的施工人员 在第二层施工架之立架上装设安全母索支柱 安全母索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立架的横材及角柱处 作为拉设安全母索的支柱 安全母索的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的阶线 中文化的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的阶线 中文化的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的阶线 最高的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的金刚才 前进付这个支柱应固定于框室施工架的 选顺应固定跟框室施工架放入 中文化的支柱应固定要设法 接下来便是使用直径14公里以上的尼龙绳作为安全母锁 母锁两侧应具有挂钩 且单侧需具备张紧器 将母锁勾挂于支柱上 以增加安全母锁拉射速度 锚定强度及张紧度等 两边外侧工作台的安全母锁支柱 与立架间可拉射控锁 增加安全母锁支柱 抵抗人员坠落时所产生的拉力 位于第二层施工架的人员 开始阻力第三层施工架的工作台 及第二层施工架的楼梯 楼梯外侧应设置90公分高的护栏 以避免走上楼梯时 自交叉拉杆上方之开口正落 中文字幕支柱 原楼梯无护栏,应另行于开口设置护栏,或搭配双挂钩的安全带,上至第三层施工架。 完成了第三层工作台阻力后,人员由楼梯走上第三层施工架工作台前,就要记得先将安全带挂钩于母所,以免坠落。 已将安全带挂钩于水平母所上的人员,即可开始进行阻力第三层施工架的立架。 人员在阻力第三层施工架上的立架时,要特别注意水平母所应置于立架内,使施工人员在两支柱间通行时,无需交换挂钩。 当施工人员通过安全母所支柱,到另一跨境阻力架时,应使用双挂钩,交换挂钩通行。 在第三层施工架的立架组装完成,就可以开始进行交叉拉杆的阻力作业了。 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立架从安全带的位置去保留一带四层施工架上的最确保的平均分架。 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最确保没有保留一带 believer的背景开始。 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防御并做成效。 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导致、入力 probe去处置地上。 接着旋车瓦的板时,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封永组楼里上。 在第三层施工架上的掌勾产。 全拉一小博士提醒大家 交叉拉杆要装设于水平母所与构造物件哦 这样可使施工人员在两支柱间通行时 免需交换挂钩 为了防止施工架工作台上的施工人员 自交叉拉杆下方的开口坠落 在每一个立架与立架之间 除了装设交叉拉杆外 也要装设下拉杆 以其组成有防坠效果的护栏 同样的在安全母所支柱工法中 阻力下拉杆时 也不可忽略要将身上的安全带挂钩 勾挂在水平母所上 公安小博士提醒大家 注意哦 安全带一定要勾挂在水平母所上 而不能挂在两边的控锁上哦 第三层施工架的高度 大于两公尺 两侧直立架应装设护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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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